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ople公民新聞報 桃園中立市有個眷村 名叫馬祖眷村 是台灣地區少數以區域保留 並且轉型為文創園區的眷村 來到這裡可以感受眷村的文化 並且還可能會遇上原住戶的伯伯 跟你話家常說當年 明明為馬祖眷村 卻不在馬祖 而是隱藏在中立市隆岡的小巷內 看似破舊的專照矮房 其中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 馬祖眷村是當年 蔣壽眉林為了穩定軍心 安置住所在馬祖前線官兵 在台眷屬的需求 再由指揮官化行權所建造的 但經過時間的消失 與圖市的成長 馬祖新村的房屋租建老舊 2004年國防部政策要求拆遷 還好後來在原住戶與文化局的 聯署協調下 成功把馬祖新村變成指定理事建築 之後也成立了 眷村國軍老舊文化保留園區 如今園區內 已經規劃了許多不同的展覽 畢竟是會以藝術進度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會以偏向比較軟性的方式來去做一個介入 那透過就是公開申選的藝術家 那就是他們會針對於這邊的空間 然後這邊的文化歷史在一個呈現 那第二個方式我們是美好的就是附近的大關跟小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文創平台的概念 讓那個學生來這邊做一個展覽 而且他們也可以藉持來認識一些眷村文化 不僅是藝術家進駐 90歲的原住戶 火明貴也展出他的書法作品 平常固展時還能夠與民眾聊天 說到以前在馬祖新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一家我在馬祖新村我是軍人 我在這個司令部辦公的這個第一軍團部 透過藝術文創平台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眷村文化 同時原住戶的眷村生活也能夠被保留下來 畫畫可以陶寧性情 南投南岡工業區的業者以及員工工族油畫班 經過幾年的學習 他們一起舉辦師生連展展現學習的成果 並且分享學畫的心得 場面相當溫馨 洪建信老師師生連展在南投文化中心日月廳舉行 這次的連展很特別是由南岡工業區的業者或員工 所組成的油畫班 經歷三年多 今天特別將成果分享給朋友欣賞 其實我們這個team這些學員都來自各行各業 有上班族的 有大公司的董娘 也有退休的人員 那大家都是帶著一份就是一份喜悅的心情來參與這個畫畫 以作畫然後互相欣賞 大家互相指導為樂 也能夠當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利用畫來抒發自己的一個情緒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一個畫者 但是所呈現出來的畫都是什麼 都是各個都是的 把畫都是融入在 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在自己的畫作裡面 真的是很棒 因為這些學員都是我的好姐妹 正說當初他們想要學得的時候 結果老師一來來教 從一百年開始到現在 所以這個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 真的是很棒 想不信社會 電視最重要的 數據 還滿院留 Kriegs 人爺 能夠 對 你 wi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